老方 怎么了 愁眉苦脸的 姑爷 你说俺难道就只能守着俺家婆姨 这样过一辈子 哦 莫非你还想娶几房小借 柱子的年纪也不小了 再过几年 就要给他订上一门亲事 可家里的情况 连像样的拼你都拿不出来 给人家放马赚不了几个钱 连买粮食都不够 俺想着能不能找一门其他的营生 姑爷你是有本事的人 能不能给俺出出主意 要说这主意嘛 倒还真有一个 明天去把后山那些山楂果都给采摘回来 我们卖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制作十分简单 本来就不需要多少的准备时间 糖霜老方已经从山下买来了 八月份的山楂还没有完全成熟 但对口感的影响不大 在虾人的指导之下 将所有的糖葫芦都插在用木棍和扫把扎成的插杆上 看到身旁的熊孩子咕嘟咕嘟的咽着口水 老方的心里面稍微有了一点信心 卖冰糖葫芦了喂 喂 汉子 你这冰什么葫芦怎么卖 五文钱一串 五文钱还以为是什么稀罕物 不过是几个红果而已 走了走了 一串都没卖出去 要不要先卖一文钱一串试试 不行不行 姑爷说了不能低于五文的 还是要听姑爷的 娘 我要那个 哦 终于开张了 片刻之后 得偿心愿的熊孩子满意地舔着冰糖葫芦走了 对于这种从来没有吃过的美食 心里喜欢到了极点 满心欢喜地回家之后告诉几个关系好的小伙伴 老方的命运的齿轮也因此熊孩子开始转动了 整整一个时辰 只卖出了一只糖葫芦 这一次姑爷怕是要失望了吧 就是这个 我有没有骗你们 你们马上就知道了 你 你们想干嘛 大叔 我要一串冰糖葫芦 我也要 哦 我老方的美好日子要来的 果然辛苦也没有错 请问 这个怎么卖 五文钱一串 好 给我来一个吧 哦 这些我全要了 大叔 你帮我送到府上吧 我一个人扛不回去 好嘞 无量 胭脂 这是何物 回王妃 这叫做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 此物是做何用的 王妃 这是胭脂方才在街上买的小食 晶莹剔透 卖相倒是不错 味道倒也可口 王妃最近一直胃口急畅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王妃这么痛快地吃东西 怎么吃了这些东西之后 腹中反倒越发地感到饥饿了 胭脂 吩咐善堂做些饭菜 待会送到房间来 是 王妃 我马上去 你说什么 王妃能吃得下东西了 是的 是王妃主动吩咐善房做的 胭脂姐说王妃今晚吃了好多东西呢 快 快带我去见王妃 姑爷 那些冰糖葫芦全都卖出去了 这下不用担心柱子能不能娶到媳妇了吧 不担心的 以后要是赚了钱 咱也可以学着那些有钱人 住大宅子 娶上几房小妾 过舒坦的日子 嗯 这冰糖葫芦真的是一个赚钱的法子 比在寨子里放马好多了 姑爷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举问问大家 还有谁愿意参与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 这还用问赚钱的事情 傻子才不干 姑爷放心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 当天晚上 所有人都忙碌了起来 为夫人连夜清洗山楂 熬制堂西 老房等人将山楂穿好 裹上堂西 最后在上面撒上一些炒好的芝麻 第二天天刚亮 就匆匆忙忙的下山去了 柔儿 今日可有什么想吃的饭菜 我马上分出膳房去做 王爷不用再费心 这些已经足够了 柔儿这些天销售了许多 下去我再缠人送些不平过去 其他的菜肴不怎么想吃 却是有些想念 昨日那冰糖葫芦的味道了 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到你母亲说的话吗 赶快去把那冰糖葫芦买来 是 父亲大人 我这就去问胭脂 那冰糖葫芦是在哪里买的 等等 既然你母亲喜欢吃 不如直接叫那人请到府中 安排到膳房里面 这样便可以随时迟到了 还要知道了 另一边 老方跟瞎人被一群熊孩子围着 看着熊孩子们一个个满意地离开 糖葫芦也已经全部卖完 老方脸上满是笑容 这让他有了一种距离梦想更进了一步的感觉 顾爷 你先在这里照看一会儿 我去方便一下 嘴下留糖葫芦 是你 没想到那卖糖葫芦的人 居然就是上次作画的那个书生 跟我走 干什么 这冰糖葫芦 是你做出来的 你先放开我 到底是不是你 这又如何 那就没错了 乌爷 乌爷呢 看 马上做些冰糖葫芦出来 搞了半天 这货风风火火的 把自己带到这里 就是为了让自己给他做糖葫芦 这么任性的土豪 还是第一次见到 不过也没想到 他竟然是小王爷 冰糖葫芦的制作方法并不难 只需将糖霜加水 熬成糖吸 裹在去紫的红果上面 即可制作冰糖葫芦的方法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抱歉下还有些急事 需要处理 告辞 公子留步 公子有所不知 虽说只有红果和糖霜这两种材料 但我们尝试了多次 所做出冰糖葫芦的味道 却还是差强人意 这其中是否另有玄机 还请公子不令相告 姑娘怕事想多了 在下所知 已经尽数相告 这其中并无任何玄机 小王爷 昨日售卖冰糖葫芦之人 并不是这位公子 我们怕是找错人了 是级 是级 十两银子 刚才是在下唐托了 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还请兄台莫要怪罪 腌制 拿十两银子赠予这位兄台 就当是向这位兄台赔罪了 虽说此物的烹制之法 并无玄机 但难得小王爷盛情 能否做出诸位想要的味道 事上一事又何妨 如此便多谢公子了 兄台请 小王爷 就是昨日的味道 我马上给母亲送去 看这样子 喜欢吃糖葫芦的 好像是什么王妃 莫非这东西 也能吃上瘾不成 多谢公子 幸亏公子的冰糖葫芦 王妃的病才得也好转 王妃的病 敢问王妃所患 到底是何病症 她一说是欲解之症 可服药也有半月 王妃每日依旧厌倦进食 素叶难昧 这段时间以来 身体越发消瘦 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 容易发烧 越来越憔悴 这不就是消化不良吗 马上做些王妃 平日里喜欢的膳食 想不到这冰糖葫芦 居然有如此奇效 红果对于治疗欲解之症 却有作用 但却不是治本的方法 难道你懂得 如何医治欲解之症 略知一二 方老三 你个夯伙 孤爷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你把孤爷弄丢了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上了个茅房的功夫 回来孤爷就不见了 孤爷要是真的找不到了 我看你回去怎么和小姐交代 你们说 孤爷会不会是 好了 屁话 孤爷不是那样的人 可毕竟孤爷他是抢来的 大家再分头找找 孤爷可能在哪个地方等我们呢 除了用红果和糖霜炒制冰糖葫芦之外 平日可将苏米与山药一同碾碎 熬成粥之后 对于治疗王妃的病症也有其效 每日饭后 可以让王妃在王妇花园中散布半个时辰 也有助于病情的缓解 此外 还有一点需要切记 这一段日子 王妃的饮食要以清淡为主 万万不可 整日大鱼大肉 尽量避免油腻 例如 都听到了没有 刚才说的那几个油腻的菜 全都去掉 我所知道的 大敌也就是这些了 胭脂 刚才说的都记住了吗 小王妍 全都记下了 天色也不早了 在下所知 已经尽数相告 就不叨扰了 兄台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又不好好感谢兄台 心中实在过意不去 这样吧 今晚设宴群预愿 我们不醉不休 设宴就不必了 在下家中还有急事 安 兄台这就不对了 莫非你看不起我不成 啊 在下并无止意 那就跟我走